有道理我們在議題上都會合作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開工時才說 要跟各黨合作 沒想到才過幾天就傳出 24日國民黨舉辦的論壇上 邀請柯文哲出席探討 居住正義以及低薪等問題 柯江兩黨主席同台被外界解讀 這是藍白合作嗎 高房價甚至是居住正義 世代正義這相關 我們認為這不只是在野黨 應該要共同來合作的 其實是全台灣的人都應該要共同討論的 謝謝柯市長他願意來出席論壇 就單純是議題上面的交流 關於選舉的部分 這一次談不上是政黨的合作 藍白兩陣營都否認這就是政黨合作 僅說就純議題面做討論 江柯兩人也分別以立委 以台北市長身份出席活動 但在江啟成的趙王者論述後 又廣邀各黨派出席論壇 雖然傳出遭到時代力量 秋顯治以及陳焦華的婉拒 僅柯文哲一口氣答應 藍白合作看似有了好的開始 卻被藍營自家人批評是請鬼拿藥單 台北市現在是面臨活不起的現在 照柯市長來吹噓的話 我覺得就有點文不對題了 沒有合作的經驗也沒有互信的基礎 國民黨沒有做好防範的話 貿然去合作 會有一點請鬼抓藥單的感覺 江主席還有這個江委員 他其實在問政的表現上 也都是非常獲得肯定的 但是我們非常努力地在解決 這個居住正義的問題 議員要批評之前 應該要言而有據 兩大在野黨互動頻頻 要怎麼制衡民進黨 一黨獨大的局面 甚至在2022、2024扭轉局勢 江科兩位主席 未來會不會攜手合作 一舉一動 各陣營都盯著看 華語新聞林基祥林凱倫 特別報導